今天來這邊要講的是關於報導還有台中在地看務的未來的可能性 這樣的主題 邀請了兩位來賓 大家剛剛也都認識了 溫度的創辦人 全媒體 還有蘇老師 今天要談這個問題之前 我也稍微做了一下功課 就是我想要怎麼談這個事情 我想我們會關心的重點應該是 台中需要什麼樣的看務 還有如何去辦看務 如果講到看務的話 我稍微做了 趕快今天 趕快做功課 像古工做功課 其實我不是念這個方面的專業 做了一下功課 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台灣的看務的進化史 所以我做一個簡單的表 我發現看務很有趣 看務在哪個時代 它其實有很重要的功能或象徵的意義 像1945年 就是因為這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公布之後 看務馬上就出現了 而且這個跟台中很有關係 第一個 1945年之後台灣出現的第一個看務是在台中 而且應該我們推測 那邊蘇老師請教了一下 應該就在這個領域裡面 因為它叫 易陽周寶 是楊肥先生辦的看務 易陽周寶 那蘇老師看到易陽這兩個字很熟悉 所以說是最早楊肥老師在這邊住的一個社區的名字 易陽周寶 那在這個時期 一個1945年之後的時期 中刊大概 刊務大概都是以政治評議 政治評論為主 它有很強的政治參與的性格 那到了1950年代之後 台市繼續延續了這些政治性的看務 但是馬上出現了 整數跟鎮壓 像在聽過的文新 或者是自由中國 大概都是那個時候的事情 1970年代 因為鎮壓過後 就有很多的愛國雜誌出來 然後有很多的財經雜誌 電視 這個時候也興起了電視雜誌 我小時候好像還看過 以前台視中視華視有電視週刊 我還記得那個年代 我還看過一種雜誌 叫做愛情紅玉燈之類的 愛情希望燈 我記得我當兵的時候 大家還蠻爭相殘悅的一個東西的 現在年輕人也不知道 因為完全被網路取代了 又是焦皮有的 上面有很多小照片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好漂亮的寫信訊 我比不好 後來就不行了 那1980年代之後 那在1970年代其實 6070年代 其實還出現了很多樣的事情 就是台灣的文學雜誌出來 那個年代的文學雜誌 我很好奇一個事情 所以有一次 有機會跟我們的文學大師 白建宏老師聊天的時候 我就問了他這個事情 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那個時代的人這麼特別 他們在大概念高中 像你們這麼大的時候 跟大學的時候 台灣的現在最重量級年代的文人 就集結起來了 比如說 白鮮勇 林華一年 黃春明 陳毅貞 他們就集結起來了 我說怎麼這麼巧啊 你們在很年輕的時候 都還沒有上大學 而且是不一樣學校的人 為什麼會認識 怎麼會這麼早就集結起來 而且就是你們這一批人 遍地人 台灣 未來成功 藝文界的走向 他說因為貪物 因為他們犯法是在台大犯貪物 所以貪物在那個年代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到了1980年代 我們就要進入解嚴的年代 社運的雜誌 港外的雜誌 在這個時候就蓬勃進去 那這個時代我差不多認識字了 會看雜誌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人間雜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非常非常重要 像我們的攝影大哥 許文工導演 就一定受人間雜誌很深的影響 那個是我們那個年代最振奮文青的 可以勇於去講社會引誠故事的雜誌 但是好像我記得兩年左右就離開了 也是經營的很辛苦 但是在這個時代也出現了比較消費性的雜誌 然後從1990年代之後 消費性的雜誌一定在雜誌或康務間 佔了最重要的比例 但是在1990年代也出現了一個集團 叫城邦集團 他把很多的雜誌整合起來了 所以雜誌設有企業化跟集團化 然後邁向網路化 當年有一個網路泡沫的一個年代 邁向網路化 那到了2000年之後 就出現了數位出版 然後出現很多的分眾雜誌 就分眾雜誌就是越來越小眾 越來越專題 譬如說溫度或大分報也都算分眾的雜誌 然後當然現在還是以生活消費為主 不過在看這一整個台灣出版界的發展時 然後就看了很多的資料跟數據 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的雜誌如果要講發展得好的話 發展得最好的那一年是 2012年 溫度是哪一年 19期 一個月以前 一個月以前 所以19個月以前 對 也就是20 也差不多在2012年 後幾年間 差不多 2012大月 大得到2013 所以在那個時期 2011到2013左右 就有一個名字出來 叫小雜誌的疫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突然好多的各種各樣的貪物跑出來 在現台灣各地 像透南宮啊 或者已經一個老雜誌 鄉間小鹿啊 在那個時候都忽然地受到的重視 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會有 這個小雜誌的逆期的這個現象出來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數據 那個表我們就不細看 剛剛說哲午不能太嚴肅 所以我就直接講結果好不好 我看到的這個數據的結果是 2012年 我剛剛講2012年是 最高空氣 那從2007年開始看的話 登記有岸的雜誌社 就大概增加了22%的時間 從2007到2013 這還不包含那個 有一些不算雜誌社的單位 例如說 工區在生基地 那個不是雜誌社在這個統計裡面 但是從2007年到2003年 雜誌的銷售額下降了23%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覺得 應該雜誌社越來越高 市場是越來越大 銷售額會越來越高 可是銷售額一直下降 所以從這個現象裡面 大概可以觀察到 可能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在這些雜誌裡面 我有看到其他的數據 消費雜誌還是有 消費性的 衣服的 美妝的 這些還不足的 我自己不大喜歡這個現象 我們應該多一點別的雜誌 第二個 為什麼會有2012年達到高峰 我覺得是一個謎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或許大家待會可以講一講自己的意見 第三個是發行量增加 銷售金額卻減少 它到底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的市場在萎縮 還是我們數位出現網路 數位貪物的市場變大了 還是因為不要錢的貪物變多了 貪物越來越多可是都不收錢 我看大墩報跟溫度好像也都不用錢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還是說政府對民間的這些出版社的補助增加了 所以大家講不收錢 所以不收錢又代表了什麼 不收錢代表說 有越來越多的熱血青年 或者是中年投入這樣的市場嗎 他不在乎錢嗎 還是說有越來越多的雜誌其實已經不以營利為目的了 不以營利為目的 雜誌只是一種媒介一種工具 是用來做社區運動 做藝術推廣 做自己的理念 理念的宣揚等等 是這樣的用途嗎 是代表這個意思嗎 還是說現在的網路跟APP會把日後的這種紙板 全面全面的取代表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討論的 那在剛剛我講的這整個大背景之下 我就想 我們就延伸到在地的台中 延伸到在地台中 我們第一個要問的就是 今天的兩位主角 大倫豹跟溫度的創辦人 他們也在這一波的廣路的歷史中出現了 說不定他們的經驗可以給我們的回答 所以第一個就是 他們創辦的動機和定位的推劃 當初他們是怎麼去設計他們自己的報刊的 還有他們是怎麼運作他們的編輯群 這個可能是很多人有興趣的 所以這是前面的兩個問題 那我們一開始是不是就綜合性 大家可以辦理不一定說要很緊迫的這個問題 大家就比較自然比較自在的開始聊一下 你們的整個創辦的背景好不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蘇老師 老實講我今天看到很多高中的朋友 我剛才就一直在想 我高中的時候在幹嘛 對 然後就才發現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也在學校看 對 然後在畢業專開 然後大學的時候在看人間 對 然後在編洞海文藝 然後所以我就在想 欸其實我真的是一路走來 真的是有點服務正業 現在在編大陸堡 對 好那我覺得 基本上我們會進中區其實是有一個熱誤 當然他也是他所說的一個政府的偷愛 可是我覺得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更多 比如說剛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到了中區 對 然後開始對 這一個城區有一些了解 然後老實講我不是台中人 然後我大學念東台大學 對 那我大學的時候的那一個 舊市區跟現在已經是非常非常差了十萬八千里 對 你看到當時全台灣最貴的地價 甚至最繁榮的區域都在台中舊市區 對 然後我隔了二十多年再重新回到這個區域的時候 看到他其實是非常破落不堪 對 其實是有一些不省 對 然後也就這樣一頭摘下來 對 那老實講大頓報的一個定位 其實他原先只是定位為一個中區的社區報 對社區報 對 那可是到底這個社區報是給誰看的 對 那那時候我們其實也是跟助理我們團隊在討論 到底出的這個社區報是給誰看的 我覺得那個剛才西老師也提到的 這種刊物或是他慢慢的好像 他所提供的那個訊息 絕對不是一個非常全面的 對 然後 可是他是針對某些客群 或是找到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觀點 對 那 因為老實講以前大家在看台中舊市區 就是你看到觀光導遊的書打開 一跟一跟兩跟二四場 然後有台中公園 有週廳 對 就是大概每本導遊的書打開都是一樣 對 那我們就在想說 同樣的如果我們也要出一個社區報 而且他也是可以給 除了給一般人看 也可以給觀光客 或是也可以給在地居民 對 因為就算你住在台中舊市區 可是你對這個城市也不甚了解 你大概只是了解一些你家裡附近的 或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東西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對於一個城市的了解 因為城市絕對不可能有人對它是全面非常清楚的 對 那因為我有很深刻這個經驗是 我在剛去日本唸書的時候 那個 日本其實是80年代 就是90年代開始流行那個 城市的什麼 TOKYO WALKER 對 城市的情報制 對 那你就覺得 欸 城市的情報制 每一週有一看 對 而且不斷的在發行 對 好像這個城市永遠 呃 永遠不會 不會厭倦 對 然後不斷的每一週就有不斷的很多情報提供出來 對 所以我那時候才驚覺說 跟我當 以前在台灣所體驗到的那個城市 是完全不一樣 當然他在乎他的切入的觀點 他所報導的那個觀點 對 那 所以我覺得我當有這個機會 我重新來到 呃 救世區 對 以前大學的時候的這樣一個熱鬧的城區 現在變成一個非常 呃 破壞的一個區域的時候 我到底怎麼 能重新去替這個城區去做定位 甚至去做包裝或是做行銷 甚至重新去再電集喔 對 那 呃 所以我 我們其實就找到了一個 每一攤有一個不同的組織 對 那 希望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比如說你 呃 不要只來一次 你可以來了一次 你下次再來 對 你會永遠的 像Pokewalk的一樣 對 這個巨大的城市 每一周都有 對 所以呃 永遠你什麼時候來 都有新鮮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城市 讓人家之所以呃 會想要在這邊居住 在這邊工作 甚至消費的一個一個區域 對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 呃 從第一攤的這個 青創區 對 介紹年輕人創業在東區 對 其實這也是有一點 呃 故意要打破 這個老市區就是老人跟小孩 對 然後 所以我們特地去找了年輕人 呃 不是我 也不是我們故意去找 其實也都是我們在這個市區裡面逛一逛 就 就我們就碰到了 對 就看到了 對 所以從呃 介紹年輕人在東區 對 然後之後介紹 產家寶的老店 對 然後介紹一些工匠 然後再介紹呃 那個呃 最新的一攤的香弄美食 其實我們的主題已經可以排到 如果說每個月要出一攤的話 老實講 也可以排了好幾年 對 只是說我們沒有那樣的一個 的一個能力 對 就是我們團隊還是一個很小的團隊 那只是我覺得當我們到了這個神區之後 呃發現 呃其實很多主題 呃 你只要慢慢挖下去 他都可以找到他的一個獨特性 而且這個獨特性是可以連接到呃 呃更多人的不管是他的生命或是他的一個家族的一個過往 對 那呃 呃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台中救世區的一個魅力喔 呃 呃他就在救世區的周邊 那其實也不難理解喔 因為在那個年代 在大概在呃 呃就是文化協會活動的那個年代 以前這個這個城區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文化的活動 老實講我覺得甚至我想像如果我們再回到1920年代 30年代台中救世區 類似哲武這樣的活動我相信也是到處都是 對 那個呃 像那個太陽嶺的那個呃 老闆娘何秀梅 何秀梅他當時他在文化協會裡面的 下面的一個私設擔任幹部 所以他們其實是 時常 底下有非常多的這種呃 製藥的團體 甚至一些文學的組織 對 然後呃 所以也難怪這邊有那麼多學校 你想想那時候這邊有那麼多學校 這些學校的學生 跟甚至呃這些的這些上班的公務員 然後他們的呃在工作之餘 那其實那個關係非常密切喔 對 甚至我都跟我的呃團隊的成員講 我甚至我都相信台中是以前城市文化 最繁榮的一個地方 最發展的一個地方 只是我們現在好像呃 我們看台灣的的城市文化 一直都是用呃 外來的觀點 用台北的觀點來看 來我們沒有看到台中 其實他有非常非常深刻的 一些城市文化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過程 而且這個過程是非常多樣的 對 那個下個月應該是這個下個月開始 那個劉書甫的 《西威台中》就會出版了 對在裡面也是透過食物這個 呃題材來介紹 其實在介紹這個城市的一個 多樣的一個紳士跟歷史 對那呃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也是我們呃在 替大東報做定位的時候呃 所想要走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他雖然是感覺上是非常特定 然後呃可是他呃呃群眾可能沒有那麼多 可是老實講我們設定的其實是 針對某一些客群或是某一些人要看 或者他們是住在呃旅館的背包客 呃可是呃同樣的這個體材 我覺得當你對這個體材非常用心的時候 他一定可以打動其他人 對所以很多人都說說老師你們只做了這一看 做一看到底花多久 對老實講那個呃呃你們呃呃 你們現在手裡拿到了那個大東報的第四看的地圖 其實今天兩位作者也都在這邊 喔小魚跟小白對那個 你等一下可以問他我們做那一看地圖的時候 其實是討論了不下數十次喔 對不斷的修改 對那那當然呃我覺得一個刊物 其實他之所以能夠打動人 一定是在他呃呃下了多少心血 對下了多少心血 那那個呃當你下了非常多的心血 而且他呃呃去打動人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是一個小眾的 他他反而呈現出他一個很獨特的一個觀點 然後這個觀點他既是在地的 他也是一個很國際 好我先講到這裡 好我想我會就比較結構性就是說 剛剛老師有問了兩個問題 我想因為今天時間很短 所以我就比較結構性的就老師剛剛那兩個問題 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說呃呃我們溫度當初創辦的動機 其實剛剛在很多人提到那個苦勞網或破爆 其實苦勞網跟破爆是在我呃大學三年級四年級的時候 我的同學一起創立的 就是苦勞網的孫瓊里啦 等他們其實是跟我同社團 然後甚至同學校的同學這樣子 那在那個時候那我來台中九年了 為什麼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辦報紙 既然我有那樣子的背景跟淵源 可是我為什麼從來沒有想過辦報紙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會忽然之間想要辦報紙呢 其實苦勞網跟破爆 其實他們是比較站在這個左翼的觀點 可是你知道嗎 在台北的記者圈或台北的資訊 他們其實是非常爆炸的 然後他們其實我來台中最不習慣的就是說 呃其實我會覺得我會辦報 其實跟我如何成為一個台中人有關 就是說我從台北下來 那台北幾乎所有一個比較正當的議題 就會有一二十家的媒體就蜂擁而至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頭資訊這麼爆炸 有一個特定的左翼觀點在看社會 我覺得是必要的 可是我來到台中之後我發現 你無論你的議題在怎麼認卻 你在怎麼衝 我發現會來報導的記者其實是很少的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在19個月前辦報紙 是其實發生了一件事情 其實也不是比較遠的原因是因為那時候正在反媒體壟斷 但是實際的原因是我發現他 呃有一天打開報紙之後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打開不管不是聯合報 中國時報或是自由時報 你會發現其實我剛下來台中的時候 還有一個叫做台中特刊一大版 可是現在翻開來的時候叫做中章頭 你有沒有發現 我很壓力 我一翻開來之後發現哇 以前是台中有獨立的一個刊 然後所有比較重要的新聞會被寫進去 可是現在是我們要跟彰化 苗栗 藍頭這一些 那這些報紙本身都有註地記者 你想想看他們每一天要能夠有幸 能夠放到報紙上面的篇幅會是什麼 於是乎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來辦報 其實那時候我們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人跟一個學生 於是我們就發行了第一期 那我為什麼會發行那第一期呢 是因為我發現台中有了那一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叫做第一屆的台中的同志遊行 那第一屆同志遊行在台北不稀罕 在台中第一次就有三千人出來 是很稀罕的事 可是我第二天打開報紙 我發現根本沒有人報導 我很訝異這件事情 於是我想說台中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值得被報導然後被留下來的 於是我們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創了第一刊 那我們第一刊創了之後就覺得很困擾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我們是一個同志的新的雜跡 因為我們第一刊的外觀就長這樣 好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辦報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我們是怎麼運作的 我覺得運作的部分也很有趣 就是說我們從議題的採訪 議題的設定跟議題的採訪跟寫 跟美編甚至於發行 我們全部都是用志工的方式驚喜 那我們在做一件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有兩個原則 志工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是我們認為每個禮拜二 因為大家如果以時間走來看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會發現七歲以前懵懵懂懂 然後七歲到十六歲之後 為了學習或為了教育這件事情在努力 然後等到你稍微有一點自主性的時候 比方說在這個年紀稍微有一點自主性的時候 你就開始要為了課業或者為了工作努力 像你們現在就為了考大學或考研究所 然後畢業的社親就是要為了工作努力 於是你想做的事情就越來越遠了 然後我跟我們志工只有一個原則 就好吧 那我們就定一個時間 叫做每個禮拜二的晚上 這個時間就是我們約定就是 我們不管無論如何 這個時間就是排除所有的事情 即便我們大家坐下來 今天晚上沒有主題 但是我相信任何主題都會發生在這個空間裡 但我們願不願意為自己訂了一個時間 那個時間是給自己的 於是我們每個禮拜二就這樣子延續下來 就每個禮拜二我們會有一個聚會 那我們聚會在幹嘛呢 我們聚會就是我們會討論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的所有報紙像破報 它總是提供給你一個比較左翼觀點的看法的時候 沒錯 它是想要輸入一些東西 可是我來到台中我有一個感覺 可能有一些東西可能也要 到時候問一下蘇老師 就是說我來台中的時候 我發現台中的地形地貌 其實是變遷的非常快的 我從九年前來台中到現在 我發現很多東西是一直在改變的 於是乎我們就會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所有溫度的志工 學生坐公車 騎摩托車 騎腳踏車 坐火車 然後甚至像社群 社群像我開車 我發現我們每一個人做這種不同交通工具 然後每天不管你是上班或上學 都會在這個城市移動 然後因著你的交通工具 於是你看同樣的事情 會有不同的視角跟陽角 所以你勢必會有不同的觀點 那個觀點絕對不是某個理論架構告訴你 這個地方應該要怎麼建構 當然我們一開始其實像 我們其實也受一些都市計畫 或是建築系的老師一些影響 我們有基本看這個城市的架構 可是我想要回歸到更自己這一部分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原則 就是一個禮拜 一個時間 一個晚上 給自己 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我們的雜誌應該是 講自己想講的話 而不是講應該講的話 我知道有很多的雜誌 它其實分析社會有它的一套理論 於是它想要灌輸給你的 你打開之後你就知道 它將要用什麼方式來分析這個社會 而這是他們在告訴你 它將用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而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講講我們想講的話 所以我曾經在第一版的溫度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跟很多咖啡廳去發送 所以很抱歉 有時候你們可能在咖啡廳會拿不到溫度 是因為像上個禮拜爆了 然後我們就無法送溫度 因為我們送溫度的志工 可能是學生坐公車 小女生扛了400本去咖啡廳送溫度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比較晚到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再講回來 我們第二個就是 我們有一個原則就是我們想講 我們自己想講的話 那有一次我去送溫度 我自己去送溫度 我都為了要 我其實有一個幻想 我都幻想我自己是送爆神 我覺得只有這樣子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很愉快 因為那個角色轉換成那個送爆神 於是我到了咖啡廳 有時候咖啡廳是關著的 我就會放在案門口 然後左右鄰居會看著我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送爆神這樣子 那我為什麼要強調說 講自己想講的話呢 因為我有一次在送溫度的時候 就是有在座各位的社親或文青 在那邊翻溫度 於是他們就告訴 在討論 他就告訴他的朋友說 這樣講你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樣子怎麼軟軟的這樣子 然後我聽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很難過 我其實聽的時候 其實還蠻愉快的 因為我其實是在營造一個社群 這個社群就是 我們這一些溫度的志工 敢不敢對一個事情發生 好 我再舉一個例子就好 我就把麥克風交給蘇老師 我們其實有參與了台中 好幾場重大的遊行活動 其實像第一屆的反合遊行 雖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其實是申請遊行路線的那個單位 那所以我們去市政府 把市政府採報19塊地磚 他要我們陪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像我們自己的溫度志工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求我們的溫度志工 走上街頭一定要拿自己的海報 我不要我們的孩子或我們的小朋友 都是去拿別人灌輸給你的 自己的國家自己舊或是反合 當你同才之間都在反合的時候 好像反合成為一個潮流 但沒有人真正去問我為什麼反合 那我們的我自己 不好意思因為我講台詞 是因為我有些我還生得過台 就是我們親戚的志工 大概從15歲高一到41歲左右 那這些人他們參加遊行 我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他們應該自己思考 所以我們每次遊行的那個 那個海報都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說他們有時候可能是 反合是不反合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到這個階段 他認知的 因為他覺得吹冷氣對他來講 生活上很重要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真實的經驗 在經驗這個社會上的議題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溫度還在做的事情 就是講講你自己要講的話 而不是COVID別人告訴你 這個城市某些議題應該怎麼分析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阻礙了很多年輕人不太敢講話 因為你講的話不太能夠 很順暢的COVID出 看起來很有學問的樣子 這個是老師前兩集 我做這樣子的回答 為什麼會有越來越多的 分眾的奴隸的這種小貪物出來 我看第一個原因是 我們想你講的話越來越多大眾 然後傳統的那種報刊 傳統的那種媒體的方式 裝不下我們 所以越來越多的東西跑出來 我想這個是肯定的好用 但是越來越多的東西跑出來的時候 雖然有很多新的貪物跟假物出來 但是我看到有很多東西是同於反覆的 就是他講的東西是一樣的 他的美感是一樣的 他的風格是一樣的 像我記得兩年前突然流行 ROMO風 所有的像就通通變成ROMO風 一陣一陣的東西 那個不但是大家的相識度很高 少一些創意 而且我覺得他有一種幫主流的消費文化 或者主流的媒體文化在宣傳的這個東西 所以怎麼樣把一個刊物做生 怎麼樣一個就是一個刊物的特色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他一定需要一些背景的功課的 剛剛我們好像已經回答到一些 一個刊物的觀點跟他的生命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在想說 我請蘇老師再來跟我們談一談 我想蘇老師他一定是有非常深的 建築方面的背景的源源 所以讓大多豹在這麼多的地址裡面 有自己很重要的特色 所以我們請蘇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 好 那個老實講 至少也會有大多豹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們團隊在兩年前 進入到這邊 我們第一年其實就是做調查 然後因為第一年的任務 是要幫整個救市區去找到 他怎麼再生的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策略 或是簡單講他是不是有什麼藥方 對 然後到底站在專業者的角度 去提出來 公務門可以做什麼 然後或是 可以怎麼去找到民間的資源 去做整合 那我們在第一年當中 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調查 對 那 老實講 那個調查從資料的收集 然後甚至去做田野的榜台 對 那 老實講我還蠻喜歡跟人家聊天的 我覺得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知道你的受訪的對象 或是這位老伯伯 他所處的那個時空的背景 對 人是地物 對 我本身因為算是念建築了 可是我的專長其實是在都市設計 都市史 對 那如果我從一個都市史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生活在這都市當中的每個人的生命 其實都可以擺到這都市史裡面 去找到他的一個定位 所以在這個都市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人事地物 對 那你怎麼把這些全部找到他的一個時間的一個定位 之後把它串連起來 對 那我覺得透過訪談其實也是一種樂趣 對 對我來講 那我也在 當然我不曉得 至少我帶著我的團隊或是一些志工在外面訪談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樂趣 對 你可以在這個整個非常大的一個歷史的架構裡面 去找到他們之間的觀點性 譬如說那個 你現在看到的那個龍心百貨 龍心百貨以前是台中戲院 對 那我去訪問一些在地的老台中們 他們都跟我講那個228嫌棄的時候 謝雪潤在台中戲院裡面講怎樣的一篇 非常激昂的一個演講之後 然後整個那個台中市就開始進入了另外一個狀態 對 那我覺得這些有趣的這些歷史事件 教育書上不會跟你講 對 你在一些主流媒體上他也會講 對 那因為沒有人會去針對這些歷史的這些時刻 去做詮釋 甚至去做連接 對 因為那樣的一個世界他跟怎麼樣的人產生怎樣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其實第一年進入到這個市區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做這樣的功課喔 你知道什麼樣的人 然後你找到他住的地方 對 然後他住的那個地方當時又有什麼樣的人到這邊 然後他們之間又產生怎樣的一個 一個後續的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我覺得有點像在看連續劇喔 對 只是說那個那個平圖其實是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 慢慢的 對這個就是去有一個 有一個初步的一個印象 對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其實累積了非常多的資料 而且這些資料也透過一些類似像GIS這種地域資訊系統 我們把它變成數位化的一些檔案 對 然後所以你們很多人會很驚奇說看到我們的大陸報 上面包的每家店都是現在的店 對 那個 剛剛這個調查其實也是花了不少時間 對 那更不要講去找到中間的一些關聯 對 比如說像我有一次沿著我們的基地中山路走下去 然後看到那個宏信大學旁邊 在旁邊有個張生魯牙科 對 然後剛好 欸 張生魯這個名字 我前一陣 剛好前一陣在那個圍儀館看展覽的時候 看到那個當時 其實就跟這個房子的主人白福順一樣 他們都是228之後 受到監控的名單 對 所以我在那個監控名冊上看到張生魯 然後旁邊就是白福順 對 然後所以馬上你就可以回到那個歷史的場景喔 我覺得回到歷史的場景的那一個 甚至把自己畫為那個歷史的那個主角 然後你去感受到當時的那樣的一個 一個時代的一個狀況 對 我也不喜歡討論一些什麼理論啦 對 我甚至在講 上課在講都市史的時候 我覺得 怎麼讓一般人也可以回到那個歷史的場景 去在那個歷史場景裡面 去重新去思考 當時的人他們所處的那個 那個時代的背景 甚至他們的生活的形態 對 生活的形態 那時候的十一住行 對 那所以我覺得 大都報其實是有了第一年的這樣的一個基礎的工作 所以才會有 接下來我們從第二年出的這些大都報 對 那當然 某種程度來講 他也是為了要 要吸引一些族群 特別是年輕人或是官方 他們重新再回到舊師區 對 那也重新再來認識舊師區 那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初步的一開始 我絕對不會說只停留在這邊 甚至我也非常希望 像剛才那個嘉玉也提到 老實講 舊師區其實有像一個寶庫一樣 寶山一樣 對 那我們在這邊 在挖掘的時候所得到的那些樂趣 其實我非常希望可以跟更多人來分享 對 那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 其實是我們看到的 跟台灣整個歷史發展當中 我們所接收到的一些 好像大家以為 教科書都這麼寫的 好像有寫不太一樣 好 我舉一個簡單的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在台中舊師區看到王水河 王水河的南業歌舞廷是在民國六十幾年就已經落成了 民國六十幾年 就出現那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你看到當時的一些設計的圖稿啊 它的裡面的一些室內的裝潢 甚至造型啊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時髦 可是為什麼我們在台灣的設計的發展的過程當中 好像沒有提到這一段 建築發展裡面也沒有提到這一段 那所以到底 我們的那個主流論述是出了什麼問題 對 那我覺得台中其實是可以 某一種程度來講 可以去填補我們對台灣的整個這塊土地上發展的一些 一些人事 利物 不足的地方 對 而且它甚至可以告訴我們更多新的東西 對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做 我們試著要去做大蹲報的時候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可以讓大家可以知道 你所不知道的 那一個台中或是就是 第一年的努力啊 第一年它真的就花了好多的時間穿梭在大街小巷裡面 跟人家聊天 那個時候有個朋友形容它是全中區最會聊天的樓梯商 非常會講 而且它跟什麼人都能講 非常厲害 這也是一種天賦啦 那永志這邊呢 你是不是有一些說 怎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有更深的報導 或者你有好的例子 你可以用一個例子跟大家講 怎麼去深入人講 就是不一樣的想法 我覺得半刊物其實一開始都是需要熱情 但是後來它就要流去 才有辦法流去下去 其實這個觀念從我念研究所開始 我就很清楚 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要念研究所要寫論文的時候 都感到很痛苦喔 是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寫這一篇論文 應該要直立有深 所以大家都認為 我是研究生 所以我寫這一篇論文呢 就要很厲害 但是大家都忘記了 就是說 研究生其實是學生的一個身分嘛 那我們念研究所這件事情 只是要學會研究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論文只是在反映你在這兩年到四年之間 你學會了怎麼樣的一個研究方法 但很多人忘記了 所以他在寫博士論文 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把自己的生命絞死了 那對我來講 半刊物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開始其實是為了熱情 就是一個動一 然後就做了 所以到後來他要變得有趣 我們是怎麼樣延續下去的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禮拜二聚會的時候 如果有新朋友來 除了像剛剛這樣子自我介紹之外 我第一個事情就會問他說 你住哪裡 然後他就會說他住無期 我就會請他告訴我們 無期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因為台中市區的人是很難想像 無期找什麼樣子的東西 我們就請無期人告訴我們無期是什麼 那我們在聚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讓我們的採訪病有趣 就是說我們只要聽完之後 覺得這個是值得報導的 我們就會糾團 然後就禮拜六 然後就一群人去採訪 然後就會有人負責去到那個點 我們就負責有人拍照 有人採訪 有人要負責找那個點周遭的美食 所以六日就是他們要去採訪的時間 然後採訪回來大家分工把它做完 那你平常就在做這些事情 年輕人平常就上網 去看有什麼好吃的 有什麼好玩的 平常就在做這些事情 甚至有人就是平常就拿著相機 在做這些事情 只是我把這件事情放在我的刊物上面 所以第一個發行刊物要熱情 第二個就是要有趣 所以第三個就是不擔心我們的刊物被批評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刊物有 其實如果有仔細看我們的刊物 我們刊物其實有一些想法 跟一些結構在進行的 其實就像我剛開始講的 就是說我九年前來台中跟現在 我發現台中的地景地貌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在我們的刊物裡頭 有一個欄位叫做一撇景點 一撇景點的意思是什麼 是這個景點你現在看得到 可是有可能在兩年後它就不見了 或者是這個地方原來是個稻田 兩年後它就會出現台灣塔 你懂我意思嗎 對我來講這個城市太多一撇景點了 但這個一撇景點只要你稍不注意 它就不會被留下來 那一撇景點呢 我們其實有蠻多 一撇景點其實是還蠻用心的 我舉第一期為例好了 大家都知道中興大學 有一個很漂亮的中興湖 它不像福大的中美湖 福大的中美湖 我在那邊念四年才看過一次 這個中興湖 有人知道中興湖它的背景嗎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在那邊運動 因為我們沒有人知道被廢棄 其實它是一個中國大陸的地圖 跟台灣的地圖 在弄他們夠的時候 那個還在老蔣的時代的時候 中興大學其實從北中南 就是台灣大學中興大學在中部 南部就是成功大學 就是台灣中興成功 所有東西都是有政治意涵在裡頭的 所以那時候的中興大學的土木系老師呢 為了發掘當時的政府 就挖了一個湖 那個湖就叫做中興湖 然後旁邊有小小的海南島 有小小的台灣在裡頭 只有你爬到那個圖書館的七樓 你才會看得到這個一撇景點 因為你經常不會發現 甚至很多中興大學的學生都不知道 好 那除了我為什麼說我們的東西很生活化 主要是這樣子 這個社會除了政治是高度的動員之外 有另外一件事情是高度的動員 那個叫做開學 所以我們裡頭很多學生 所以我們的社論在這一天 我們就寫了開學其實是一種燒動 為什麼 你想想看 為了一個開學會有多少的人忙 忙動起來 全台灣有75萬個家庭在做助學貸款 也就是有75萬個家庭要去銀行排隊 而這個排隊呢 不是每一個銀行都可以助學貸款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每年政府用我們繳稅的預算 有36億要給特定的銀行 而這些銀行還可以屌到每年 每學期我們都要去排隊 這發生在我們作造的事情沒有人就發現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就是只是剛好那一期的聚會 大家都在開學 我們就問說你們最近在忙什麼 那就有人忙著助學貸款 那有人是年輕媽媽 她小朋友第一次要上小學一年級 媽媽要幹嘛 媽媽準備跟孩子第一次離別 所以對我來講開學就是一個台灣人口很大規模的騷動 可是我們把它理所當然成為它 是社會裡頭一個很理所當然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不只是討論的時候覺得開學 問一問大家幹嘛 我們就寫了一篇叫做開學其實是一種騷動 那其實我們也是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像這個一撇景點 就是講大家知道的邱紅瓶嗎 它原來是個土龜嗎 所以其實我們在設定我們的這個刊物 看起來是有結構性的 就是說我們覺得這個城市 哪些地景地貌在改變 有沒有值得被記錄下來的 其實我們比較沒有計劃的像蘇老師比較專業 有計劃的在進行的這件事 可是我們培養我們自己有感 在這個城市移動要有感覺 無論你是用什麼叫做工具 對 所以像我今天 就是像我今天本來準備這些刊物的時候 我就是為了今天來 我昨天因為都下雨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車廂 我就準備讓我自己有感 就是我希望今天如果下雨 可以開車來 然後把我的刊物帶來這邊 可是今天沒有下雨 所以我就騎了摩托車來 結果我就發現我 我剛剛完全沒有帶來 後來請我的同事來 這就是我敢知道嗎 所以你的生活到底有沒有敢呢 這個其實是你要準備辦刊物 像年輕的高中生想辦刊物 有些元素不要被大人騙了 不要人模人樣很震驚地想辦一份刊物 那一定會死掉 好不好 謝謝 有字講的東西我都非常有感 湖 才看好多湖啊 秋紅湖 一個避安變成了一個美麗的景點 然後新時代廣場 唐朝裡面有個好大的湖 你們有沒有看過 你們到新時代那個大樓電梯上面就看得到 這也是一個蠻奇妙的事情 有墨跟明我們就把它拿掉 就變成奇妙的事情 然後東南大學有湖 中西大學有湖 最近靜宜大學也在草 也可能跑一個湖出來 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背後都有很必須去挖的事情 開學開學我非常有感的 每次開學之前都會優異一個禮拜 然後很多的事情既然提到 可是這種一撇的景點 其實台中 我在這邊也待了快20年 我發現台中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是台中 其實外來的人非常多 我們上衛海都是外來的人 或者在外地待人的 台中的外移性很強 第二個是台中的重畫性很強 台中我們看有多少的重畫區 而且這個重畫是不留痕跡的重畫 我家附近好多地方都重畫 現在沿著中東快速道路 中東快速道路 然後都是重畫 所以我們用很多的東西 很快的就被產品 沒有辦法紮分 然後大家的社區性 在地性的認同 可能不像台南或台北那麼強 這個都是計程的事情的現象 所以我們似乎有很多的東西 更值得去關注 台中有很多隱藏版的特別的地方 像我去年因為接觸台中的眷村 我才知道 哇 原來台中有好多地方 一下是坑道 日本人挖的坑道 四通八達的坑道 不亞於金門 台中的坑道非常有機會 獨東海大學的人大概知道啦 旺高僚這邊有看到 非常精彩的故事 然後就演變成民間的傳說 說有黃金在裡面 有木槍在裡面 但是你真的去查他們都 都 欸 找不到入口 很奇怪 所以有非常多台中的景點 所以我也想說 兩位老師或者在場的 大家都可以 台中有沒有一些 他也值得 繼續長期去關注的問題 或者是地方 或者是景點 我們可以推薦給大家 或者大家也可以提出來 互相推薦的一些點 是值得我們去做的 我們先 還是蘇老師嗎 我覺得當然除了景點 其實 好 比如說以中區為例 對 當然我們 一般 好像你看到我們大眾報 其實我們大眾報 也不是報導一些景點 對 我們大眾報 其實本來是報導 這個程序裡面的人 對 那當然他人他經營的店 或是他的一個 怎樣的空間 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有景點 景點背後有故事 故事他一定是有些人 然後這些人到底在這邊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故 的事情 對 好 比如說就算以東海大學為例好了 中海大學 其實 如果你把日本時代的地圖打開 對 那時候當然沒有東海大學 然後那時候的那個大富山上面畫的是什麼 畫的是高爾呼球場 對 對 對 那那個 你就會 欸 那時候就有個高爾呼球場 對 所以 為什麼你找日本時代的那一個 一些影片出來看 對 欸 那個 當時的那些士生 穿的就是非常的時髦 然後在大富山上擋高爾地圖 對 那 我覺得 呃 我 我其實蠻喜歡看地圖 蒐集地圖 所以我們大都知道也完美用圖像的方式來呈現 對 那 所以我覺得 那個 這些空間 其實 他背後有非常多的故事 對 那 因為都市是在變的 對 所以 呃 哪一些 我覺得如果說你當你開始去了解 呃 這一個地方的一些有趣的聲勢 呃 那 甚至透過一些人再去描述那個地點的話 你可對那個 那個地點或是那個空間就有完全不一樣的認識 對 那 好 比如說前陣子 去年也是一個非常 非常偶然的一個例子 NHK的那個 一個節目來這邊拍紀錄片 對 結果他不要來 要來找一位 美國人 找一位美國人 然後 呃 這位美國人 他現在在日本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文學家 叫李維英雄 對 然後為什麼要來拍這個李維英雄的紀錄片 因為 李維英雄小時候五歲的時候住在 大和村 對 住在 就在台中救世區的外圍 對 然後 呃 一個美國人 五歲的時候 住在大和村 住在日本人的宿舍 他的鄰居 是國民黨的高官 從北京過來的 的小孩 所以 你就想 欸 這個其實是 代表台中的這個城市的一個非常有趣的個性 不斷的有 不同時代有很多移民進來 對 然後 而且 他們形成了一種 呃 非常特殊的文化的這種交流 或是融合 或是你說混搭 對 然後 所以這個 李維英雄的那個小說的 他文學作品 在日本其實非常有名 他們甚至 甚至他說他創作的原封景是在台中 對 那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為什麼台中 會有 那個珍珠奶茶 對 那這其實都 我覺得都是這個城市的一個特質 對 那 透過這些 你再來重新看到 這個城市的這些空間 或是這些場域留下來的 我覺得就算不是很有趣的地方 也會變得很有趣 也會變得很有趣 對 就像那個 剛才講到那個古堡 對 古堡 我大學的時候 當然我也知道古堡 然後也去那邊探險過 甚至大學 都海學生 還偷偷會在古堡裡面開派對 對 現在已經禁止進去了 對 那 可是我 我是去日本留學之後 回來 回來之後 然後 剛好我在彈將教書的時候 那時候也做了一個 一個研究計畫 是來研究 那個 日本人在宜蘭的一些 軍事設施 所以那時候對於 太平洋戰爭這個時代 日本軍方在台灣各地做的 軍事設施 有了一個要全盤的了解 對 然後那時候也才知道 為什麼會有古堡 古堡那時候也是 美軍的一個 為了要防止美軍的一個登台計畫 結果我再去找 當時美國人 其實是 原先不是要登入琉球的 也有打算登入台灣 對 對 你就發現 欸 這也是 如果當時美國人登入台灣 不是登入琉球 這樣整個歷史不是完全改寫 對 他們當時有做了一個登攻台的計畫 對 然後也有一個攻琉球的計畫 然後只是麥克拉瑟贊成攻琉球 然後李敏茲贊成攻台灣 所以兩個人的那個立場不同 對 然後其實歷史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對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 當你開始了解更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就算原有的地方 他跟你的生命 甚至跟整個這個族群的那個生命 其實有了另外一種新的連接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我們看空間的一個 一個非常有意思 因為我覺得台灣 因為不同的政治實體的這個切割 所以我們對於歷史的那個 是斷片了 對 沒辦法連續起來 對 那 甚至會有很多扭曲跟誤解 對 那我甚至也在那個宜蘭做田野的時候 也是蠻有趣的那個親身的經歷 對 就是 好 講我爸媽 好 我小時候聽我爸媽講 都有那種轟炸的經驗 對 他們在躲那個轟炸 對 結果我在宜蘭教剛好碰到一對老太太的一個老先生 老先生是從國政府過來的 所以他的轟炸經驗是在四川的轟炸經驗 媽媽的轟炸經驗是在宜蘭的轟炸經驗 一個是日軍的轟炸 一個是美軍的轟炸 所以他領而就有點精神錯亂 不是啊 就是被搞明虎了 到底爸媽講的那個轟炸 到底是美軍炸的還是日軍炸的 所以後來 結果真的是就以為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灣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其實是蠻有趣的 很多族群的這種 在這邊交融甚至碰撞 對 那我們怎麼找到自己的那個主體性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工程 而且 可是當我們開始把這些都能夠 以客觀的角度來看他的時候 對 你也會覺得他就是台灣 對 那他城當中其實是可以找到 我們對這城市的一種 一種 重新找回我們對這個城市的一個榮耀 對 那 因為老實講 這個城市 就算中區來講 他為什麼會被放棄 對 其實當中也有很多不同的這種歷史的這種糾葛戰 對 那那個像這個屋子的主人 白福順 律師 對 如果你們有興趣也可以去請教這個兩位女老闆 他們親自去訪問了那個白福順的女兒 對 那為什麼他們在那個國民政府來之後 他們要搬離這個地方 對 可是他們又把這個地方留下來 因為他們是這個家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家族的記憶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些故事或是這些歷史的這種一代一代的這種傳承 對 那我總算台灣大概可以已經進入到一個時代是 我們可以去丟掉一些意識形態 我們重新回到看我們的環境 然後那個環境是可以一代一代被傳承下去 我來講幾個隱藏版的景點或美食 好 在這之前我先講一件事情 其實大家對三光象的議題都很了解 在溫度裡頭也報導過三光象 可是在我們的溫度志工裡頭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當三光象他被報導的時候 甚至於在我們這個圈子非常快速的 大家在理解了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的溫度志工去到三光象的周遭 去採訪的周遭居民的看訪 這裡頭其實是有一些歷史因素 就是說三光象裡頭其實就有很多所謂的公務員 或者甚至是外省級的公務員在中心新村上來 那在他們那個年代周遭田邊的台灣人 是怎麼看待他們每天開著車 或者是有鑽車接送 甚至是有巴士從他們門口載走這些人 去到中心新村上來 在他們真實的生命經驗裡頭 他們看到的就是那個相對的剝削感 這也是為什麼當三光象議題 單一議題在那個裡頭 只靠居民的力量是無法跟社區融合的困境 當然我們最後溫度還是沒有報導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其實是在採訪過程中 發現了這一個很特殊的口述這樣子 好 我來講幾個 有關於台中其實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像蘇老師剛剛講到說這個美軍 台中很特別 台中有美軍有日軍來到這個城市 所以他一定會遺留下一些東西 像我自己住的地方叫純中街 中美街 黃美街 這就是當時有很多美軍殊勝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講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其實全台灣第一個波士頓派 就是在台中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之前他們就是做波士頓派 照理講 台中是個高比的城市 怎麼會波士頓派第一個在台中 這跟美軍來到這個城市 是有一些關係的 另外其實台中有一個叫做美軍足跡館 這個館是申請了之後我就可以去看 他們當時留下來的所有東西 都在這個足跡館裡頭 現在在哪裡呢 現在在清泉岡基地裡頭 他要經過申請就可以進去觀看 所有的台中的很多當時美軍留下來的東西 都被保留在那邊 再來就是說我們可能平常都會吃卡迪納或什麼的 可是你知道台中是馬鈴薯產量最多的地方嗎 台中的馬鈴薯產量最多在哪裡知道嗎 在檀子 而且台中檀子的馬鈴薯是彩色的 我今天沒有帶照片來 它是彩色的 它有紅色的馬鈴薯 有黃色的馬鈴薯 有綠色的馬鈴薯 有機會上網去找檀子馬鈴薯 台灣有七成的馬鈴薯 你現在吃到的柏蘭品什麼卡迪納或是什麼品克 全部都是從那邊做食材做出來的 所以像這種在我們生活周遭 其實有很多這樣子的很特殊的景點 再來其實我們在去年的七月農曆七月 說到七月我講一件事情 我們的創刊的時間是八月十七號 一般人家創刊都會是月初或月底 我們為什麼選擇八月十七號 是因為我們剛好創刊的時候遇到了農曆的七月一號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那就把我們打開溫度當作是打開台中的一帥鬼嗎 看是不是可以引這些群魔出來亂舞 所以我們那時候七月份我們其實做了一個 算是旅遊也算是填調 就是其實我們去觀察台中有很多的有應宮廟 我不曉得你們生活周遭有沒有有應宮廟 萬善什麼這種東西 其實你如果看到有應宮廟 你就去看它的碑文 你就會知道這裡曾經發生過什麼戰爭 我舉幾個例子 沙木的王勳大哥廟 王勳大哥廟 大家可以去查這兩個是王勳 勳是那個或是勳的勳 王勳 他其實就是林爽文事件裡頭的一個真實的人物 然後他在大陸山鎮守 然後他那時候跟天地會有一些勾結 反親父母等等的 那他後來被斬首在陸崗 但是他後來失守回到台中 就是說我們大部分如果要用歷史上來分的話 無論是馬祖或什麼信仰 全部都是來自於對岸中 那像這種從一個在地的歷史 真實的歷史事件成為一個宮廟的主神 其實這群台灣算很少見 跟他在殺戮 他叫王勳大哥廟 還滿大間的一間 那我們那時候就做了一個有應宮的調查 比方說我們去楓原的金星關古君子池 楓原金星關古君子池 我們就發現那邊曾經在中日戰爭的時候 那邊曾經是一個菸樓 不是菸之樓是那個菸樓 然後那邊曾經有一堆烈士 抗日的烈士死了之後 然後被埋在那裡 那其實在壇子也有一個將軍廟 那壇子將軍廟就是當初壇子加工區 在挖掘的時候挖到了一堆白骨 後來就發現他們其實是跟楓原 金星關古君子池有關 所以然後你看像大禮不是有將軍廟嗎 七將軍廟 大禮的七將軍廟所埋葬的 就是完全是清朝的清朝的師弟 然後王勳是返興復明 然後金星關古君子池他是抗日英雄 所以其實你如果有興趣鬼月的時候 去那個萬善筒你去看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甚至你會看到有些是我們島內自己 全張洩鬥留下來的 有些客家的義民廟有些什麼 其實有心的話 其實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這個城市為了水源為了土地 然後曾經打鬥 然後我們現在可能就在住家附近 我們可能也經常去拜 然後可能我們都不知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這就是我說的有感 只要有感 我覺得這個城市其實是有很多 隱藏版的這個美食跟隱藏版的景點 我再講一個 太平產琵琶對不對 這裡有太平的嗎 沒有 好 太平產琵琶 琵琶是一個很娇貴的水果 然後這個太平的水果 這個琵琶這個水果 不小心它就會扣修 它很珍貴 然後呢 可是扣修怎麼辦呢 所以有一種蜜餞在太平才吃得到 只要在產琵琶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太平的水果攤 你去問他們有一種蜜餞 叫他們是用薑 薑 薑 然後琵琶跟麥阿糖 然後繳獲在一起 然後那個琵琶是他們農家 撿那個地上一根扣胸 扣外的琵琶去醃製成的 然後那個是論在自喉龍 然後在太平是限定的 所以你有時候看他在賣琵琶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小罐小罐小罐的 那個就是農家自製的論文 肺炎的一個蜜餞 那像這種東西 在台中我們只會知道 市政府推廣的琵琶節 琵琶公主 因為我從來不知道 原來有這種隱藏款的琵琶 琵琶蜜餞 那這種琵琶蜜餞在每戶人家 只要種琵琶的 他們調製出來的都不一樣 這就像是台灣的滷肉飯 或是這個義大利的這個什麼 義大利麵肉醬 就每一戶都是自己有自己的那個秘方 他在太平琵琶的蜜餞也是這樣 所以下次有機會去太平 其實也可以去看看他們水果湯旁邊 是否有這個蜜餞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以前我們講台中特色的時候 就講兩個東西 一個是蜜餞 一個是蜜餞 我們應該跨出那個年代了 我們應該去挖更多的東西出來 像我們的那個小麥 小麥也是台中的 其實台中我自己學校在大渡山 所以不要不講別的地方 光整個大渡山 大渡山區 就有好多好多東西沒有被報告出來 沒有被發覺出來 所以台中一定有很多的東西可以被講 所以你需要大家的力量來集結 用不一樣的方式 紙面的看部也可以 網路的或許也可以 來做台中的一些紮根的事情 那因為時間快接近表定的九點 所以我想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讓大家暢手預言一下 黑鍋問題 或者是你也可以講一些 我們剛剛討論到的東西 你也有一些想要補充給大家 好 好 畢竟王 我是尾國五十一年 來台中一種讀書讀初衷 這個我想我們報導記憶台中 有一個比較缺陷的地方 就是人都盡量報導好的漂亮的地方 但是他的髒亂或者是過程 我們盡量都會去呈現他 我記得我五十一年來台中的時候 火車站一踏出火車站 全部都是癱瘓賣麵賣水果 整個廣場 現在台中市的廣場 整個都是大歐堂 大違建 整個滿滿的 還有我們就這個 綠川 柳川 全部是違建 柳川還有 我想這個 這個相片應該都含有 像宇儒基隆先生 他也參加這種診證 以前就是一間一間 把四、五、五、五人就搭在這個水溝上 整個 綠川柳川就是一個非常臭的臭水溝 但是非常可怕 當然我們不是要挖阿倉巴 只是他也是台中市歷史的一部分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子 什麼時候整建 那時候分兩階段 第一個先走至綠川 後來張子蓮的時候在走至柳川 非常困難 我想這方面的歷史 還有 都應該作為一個紀錄 還有像 各位如果要找這種 某一個這個望人之教 就是228事件的中藝人先生 他就是跟楊潤先生 他們都在一起 他比較後輩 今年九十三歲 那時候他就天天在這裡混 來看參加這個27部隊的部隊長 所以這是什麼丁什麼丁 這一棟的建築是什麼 他都非常說 五十多年來我覺得中區沒有什麼改變 五十一年的時候中爾大樓 那個就是趙華英雄對面那一棟 剛好開幕那時候叫中爾大樓 台中是第一棟排後公司有電梯的 我那時候 萬象人工大家都來看 那個樓梯會走啊 大人說樓梯會走啊 這是電梯梯啊 不得了 我簡單的講一下 因為台中的這個像建築啦 風貌啦 其實在中區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背貌 半世紀的 但是我想有一些遺漏的地方 希望能夠 我想相片還是有啦 口述還是有啦 最近文化部有找我這個口述你一下 或者對這個做一個描述 簡單的描述 謝謝 好 謝謝你 剛剛黃先生提到的地方都是蘇老師的管區 一些照片 還有林泉柱先生的照片 余如梯老師的照片 還有訪談都有 都有 這個找蘇老師就對了 他有沒有哪一位想分享或者想提問的 好的 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當然這個發行不是需要錢嗎 然後想要知道說這個經費怎麼來 然後大概多大的發行 這樣子 謝謝 好 那個 基本上我們現在大部分報 那是屬於 我們現在在幫市政府規劃 救市區的那個復興空間的 這個計畫的那一部分 那當然機會是不多啦 對 而且他也只有兩千份的那個發行量的規律 可是老實講 我們花而不多心血去做了這樣的一個社區報 我們當然不希望他發行兩千份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發行到六千份 四千份到六千份 對 那當然多的就我們自己要吸收 是不是 就是自己要套藥包 對 甚至剛才因為我們要之後要打蛋豬才可以拿 對 好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那個 呃 我覺得一個 一個看務不可能完全靠 政府部門或是公務門的一個資源 對 對我覺得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大家願意掏點錢出來去支持一個好的看務 對我覺得其實也是也是必要的 對 那甚至我們最近也開始試著想要把這個看務讓中區的這些店家甚至旅館 他們也可以呃怎樣的支持 然後讓這個看務就算以後沒有公布我們的資源 他也可以繼續運作下去 對 那我覺得一個呃這個城市 老實講這個城市曾經支持過非常非常多的文化的活動 對 也都在這個城市裡面發生 對 老實講那個從楊輝文化協會那時候的 很多呃民間的活力非常非常旺盛 對 對 不要說什麼那個1908年的那個鐵路通車典禮 對 總要花的經費是三萬五千兩 對 然後公務門那時候日本政府只出一千兩 三萬五千兩只出一千兩 所以三萬四千兩全部是這一邊的士森 當然包括日本也包括台灣人 大家共同去把它完成了 然後甚至剛才講到綜合大樓 綜合大樓的前身是什麼 綜合大樓的前身是刑起紀念館 刑起紀念館是當時那個1908年 呃通車典禮的時候 呃一些貴賓來他們下塌的地方 那個房子是當時台中的市民 每人掏一塊錢蓋出來的 對 掏一塊錢蓋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呃在這個城市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呃大家共同支持一個文化或是一個建設的這個傳統 對那什麼時候我們把它忘掉了 感覺上好像這個城市變成好像只是呃政府的 或是只是呃財團的 呃我覺得呃我們同時要把那個城市的權勢權 城市的那個改造的那個權利重新再發揮到我們公民的手裡 對那集合更多的那個一定量 對那我覺得透過開悟其實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式 也是一個切入的方式 喚醒大家的一種 只有對這樣對這個城市的一個呃一個認同 或是他的一個榮耀感 呃其實這個問題有一個很細細的回答叫做開園結留對不對 嗯呃但如何開圓跟如何節留這件事情 在我們溫度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們當初為什麼沒有跟公公門選擇合作 也沒有選擇跟呃你看我們的看護理頭是完全沒有任何廣告的 其實這中間有人來找我們談廣告但我們拒絕了 嗯 其實在我念大學的時候 會有一樣東西叫做BB Call 然後那個BB Call 並不是你想像中的 說是會有傳至到你的BB Call 裡頭 是會有那個電話祕書會幫你講話留言的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呢 是因為大家都現在習慣都有手機 所以大家現在很少在路邊打公共電話對不對 可是在我那個年代 我們就一定要到公共電話去回播啊 可是以前的公共電話呢 下面就會公共電話停就下面 就會有一樣東西叫做散書注意 那個注意就會是像了凡視訊阿彌陀神 都會有那個注意在裡頭 於是我們就在想說 為什麼這一些 那個上天堂的救贖卷都可以在這裡 得到那麼多無名寺的注意 為什麼我們的看護不行呢 於是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那個辦法跟我剛剛的演講有關 就是當我們七歲以前都還萌萌懂懂 七歲到十五歲之後都在念書 十五歲之後呢 很多人可能為了念書或為了工作 犧牲到自己 不想要把時間給自己 這個社會有很多成功的企業家 這是欠缺這件事情 所以我每一次都會去佛倫舍演講 然後我去演講的時候 我演講完 因為他們沒有時間管這個城市 但他們絕對有熱情過 他們絕對有熱情過 於是我講完之後呢 他們覺得 對 這就是我認識的台中 或這個就是我年輕時候的想法 然後我就會說 因為我們發行是一萬份每個月 然後我就會說 我不要求多 可不可以一人跟我認你一個月 然後他們就會互相比較 就會這個董一個月 那個董一個月 就會有了喊三個月 然後我通常是募告的一年十二個月 我就終止了 因為我不曉得 我到底有沒有那個力氣 能夠生完十二個月 然後 所以我經常跟我們溫度的志工 常常講說 我們存啥夠為你 我們溫度志工都知道 我們常常聚會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剩三個月 我們這三個月不知道想想看 有沒有要特別 像有一次我們剩最後一個月 我們就說 好吧 最後一個月我們來飛踢老吳 看這個溫度可以用一個 大家都覺得我們印不起來 用最後一期 可不可以印一點這樣子 可是後來還是 我會陸陸續續會去 透過演講 然後我也會跟他們講 散蘇注印的概念 我就會說散蘇注印 為什麼一定是注印了凡視訊 因為注印溫度啊 拜託 然後他們彼此都會 大陸成功的戲劇家 都不甘心 然後他們曾經都有夢 可是他們夢都被金錢鎖 對 所以他們就願意 一個月一個月的幫忙我們 那這個是開源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節流 大家猜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刊物 一個月發行一萬本 這樣一本全彩的大概要多少錢 20 所以一萬本就要20萬一個月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多少錢 一百塊不可能嗎 一百塊不可能嗎 我們這一本不到五塊錢 為什麼 很多人覺得我們很慫啊 我們其實也可以跟套狼夢一樣 或是我也可以跟很多的小日子 或是跟那些大家很喜歡的那些 小雜誌的逆襲一樣 我也可以有很有設計感 但我們無從設計起 因為特殊的版型就是需要特殊的費用 我這個就是報紙的版型 完全不會裁到任何一點子 我就跟印刷廠講說 你紙擠開你就跟我做那個大小 都不要浪費任何紙 然後多的就送我們 然後後來我們整個壓幣回來 從第一個月超過一期超過五萬多塊 到後來我就說那你贊助我一個月 就是節流的部分嘛 開園跟節流嘛 那當然我們比較多角化的經營 是因為我們除了有紙本 然後進入人群 進入社群之外 我自己有在主持兩個電台節目 所以這兩個電台節目 沿著上的內容就是我溫度的電台版 一個在大千電台 一個在快樂聯播網 那所以我有時候也會在電台上面靠腰 那所以偶爾還是會有點小錢這樣子 這是我們自己溫度的狀況 這樣子兩下比較起來好像蘇老師比較弱勢一點 好 我們就 剛才有些人從當中我也學到一些 怎麼拉贊助的方式 注意 注意 大家都可以注意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說我們就開放最後兩個問題好不好 如果說你之後還有什麼想討論的 可能會有兩位既然都來了 也可以給我 晚時間留下來跟大家聊一聊 那最後兩個問題我想跟年輕人好多 可能都沒有問到 我想說我們高中生謝一個好不好 那你高中剛畢業那就待會 高中謝一個 那你們可以問問題 為什麼想問這當然就可以問 如果你們不知道要問什麼 我想說如果你們想做什麼開幕 你也可以講出來 或許兩位前輩 這麼優秀的前輩可以給意見 有沒有高中的一個朋友 想問問題的 都不好意思問嗎 沒有嗎 還是我們要cue人 高中的朋友都沒有 好 我就講了 好吧 我記得剛剛有很多文華的 文華的在哪裡 前面 好不好 就你吧 我想要問 德老師就是 我想要 可以加入文部的職工嗎 因為我覺得 這個家庭感覺好棒喔 所以一起去才能很多新的事情 那中區你不要嗎 其實文華的校刊 有來採訪過我們 你知道嗎 不知道 OK 我們其實 你們文華的老師都會固定 搬溫度回去你們學校吧對不對 其實我真的還滿歡迎 這裡是哲學星期五 我們的溫度星期二 每天晚上 那個禮拜二晚上 兩點 那個禮拜二晚上七點 然後就是下班下課就可以自己過來 那我們每一次的主題都不太一樣 那也不要被嚇到 那我們原則上我們的志工流動率很高 我們有時候會有空巢期 比方說我們的高中生 一臥風的考上大學之後 一次就走了十幾個 到外縣市去 那所謂的志工 其實也不是一個剛性組織 就是你真正想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所以我們每一次的聚會 主題都不太一樣 我們就是會彼此帶領 然後彼此再說 像我印象非常深刻是 那一群高中生在考完 聯考之後的那一次聚會 那一次聚會是我們所有裡頭 哭得最淒慘的一次 並不是因為我們跟他贏 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他們竟然不約兒童 在聊一件事情是 他們明明是要往很理想的大學前進 比方說有人要去念世心 要去念福大 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 第一次跟父母離別 然後甚至有人是單親 就從小就是跟母親一起 然後結果我們那一次就聚會 就全部都提下來 我們就是我們也不討論看護 我們全部就來談談 有關於離別的議題 所以有一些人來參加我們婚度聚會 有些人北哈密會早 因為有些人覺得 我們像這樣的一會一樣 他圍在一起哭有沒有 那可是我們其實覺得 我們的團體其實是比較非結構性的 並不是說我一定要灌輸一種 我也沒有懂那麼多 有很多時候是 而且我也離開大學生 高中生很遠了 他們的經驗其實是幫助我去思考 我那時候是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是彼此 只是把自己的經驗帶到這個團體來 然後所以有一些人 如果很努力想要吸收知識的 可能要去蘇老師那邊或哪裡 對 那個可能比較符合你 可是我們的話結構很鬆散 對 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來可以不來沒關係 所以我們人數多的時候 可以到二三十人聚會 可是少的時候就是兩個人 那大家剛好有事啊 有可能是氣候因素有什麼的 我們都不纏破 但是我們有一個網路的野豬社群 都會在上面討論 因為我們還是會揪團去採訪 對 大概就這樣子 好 謝謝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讓那個 高中剛畢業的俄羅斯專家 他是一個俄羅斯專家 大家來問 請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之前可能在莫斯科 有很多的待在上海 看到他們當地有非常多的景點 然後他們也會用一些 可能APP啊 或者是一些網站 然後把整個一些重要景點的一些歷史 然後把它串連在一起 那我想要好奇是說 那今天有兩位做了這麼好的刊物 那如果我今天假設下雨 就沒有拿到刊物 那我是不是又錯過了 這個刊物裡面的內容 可能再也沒有機會知道說 有沒有這一期 然後有哪些報導 我想說是不是有可能說 那我今天經過了這個地方 對這個 這裡的東西有興趣 然後我可以馬上的有一個 可能一個地圖 然後我可以搜尋這附近 欸 這個東西 啊 原來這打開 這叫什麼東西 有什麼歷史 你點什麼 然後下面結果相關報導是 溫度 在哪一期 在這裡有一個介紹 點進去之後用更多的內容出現 因為我一直很 我在想說有沒有這種婚姻在台中出現 因為常常經過很多地方 然後看到 欸 這個房子好有趣喔 它什麼事 我不知道 啊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老房子 然後這樣的建築物 或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完全不了解 然後我也是到了說 從離開台中 然後留學到中國工作 然後回來之後 慢慢的覺得說 欸 其實台中是一個有有趣的 有歷史的地方 那以前在這裡住了很久 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最近台中就是一個 大家來來去去 然後也沒有太多人留下什麼東西 想說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東西出現 好 謝謝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好啊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最後留了一個問題沒有討論的 其實想問的就是這個 而且我知道 空氣站成基地之前 有聽蘇老師談過 曾經規劃過APP這樣的東西 那溫度應該也有過這樣的想法 硬質本很貴啊 每一期都要花錢 但是APP說不定 最便宜的幾萬塊就可以做起來 而且可以長期使用 對 我請兩位前輩 聊一下 好 那個 的確也曾經有一些民間的企業公司來找我們談 就談你這個想法 對 然後甚至還把那個歷史 對 就是甚至這個APP 不光是現在的 我這個APP還是像電玩一樣 是日本時代 你可以選日本時代的什麼時候 國民政府的什麼時候 對 所以等於說你走在這APP裡面 還是有點像遊戲的性質 他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這個虛擬的程式裡面走 對 有很多這樣的想法 可是老實講這些開發都要資金 對 那而且要蠻多的資金 對 那大概往下有內容 對 有內容 可是內容怎麼把它轉換成說的這樣的一個介面 對 那我覺得是要更多的人來投入 對 更多的人來投入 對 所以老實講 我們基地當然也有說自公 可是我覺得其實不一定要到中區在這基地當自公 其實中區 你只要喜歡中區 對 你對中區 對這個城市感興趣 那其實這個城市有非常非常多 可以讓大家去學習的一些這個地方 對 那不管在好辦 或是在那個 那個像斯尼亞 就是像一些青年創業 一些青創的一些這些地方 像我們基地隔壁又開了一個七七 對 做金工的 對 那我覺得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在這個城市裡面可以學習的 對 那可是等於說你有一個想法 可是到底透過這個想法 怎麼再去找到更多的資源 老實講我先透露一下 我最近基地有可能 不是要做APP 要做一個桌遊 要做一個桌遊 對 要跟別的那個團隊一起合作 對 對 所以說不定 中區戰生基地過得真的會變桌遊館 對 大家可以來這邊玩桌遊 對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是這個城市有意思 對 這個城市越來越多年輕人的投入 對 就像好辦 我順便廣告一下 那個李天這邊有一個那個做辦計畫 對 然後就有好幾對年輕人 他們在這個城市已經進駐到這邊快半年多了 他們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計畫 對 那這種都是你要有一個場合 然後譬如說你把你的這個想法 把它先發表出來 對 可是他可能還不是成熟 可是他至少有一個場合 他可以發表出來 他可以找到引起更多的共鳴 然後他就有可能去找到更多的資源 對 那我覺得其實是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種交流的方式 然後讓更多人來知道 然後把你的夢想給實現 我覺得這個問題講到了我的傷心處 我在去年的1月10號在成品辦了四場演講 第一場演講就叫做城市博物館NPP分享 是由我主角 也就是說溫度在當時曾經嘗試 希望能夠 我們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 因為我們既然知道那麼多 我們移動發現的點 那我們就想說是不是有可能跟Map結合 就是可能跟Google或什麼結合 然後這個Map是你手機只要拿著 它就會跟你指向這附近有什麼東西有趣 那個有趣是來自於我們Data容量要夠大 就是說我們有夠多的資訊 不然那個一站就要走很遠有沒有 我們會希望大家在中區走或在哪裡走的時候 至少在方圓一公里裡頭會有一個點是值得你去看的 那我們曾經想說這件事情 那成也自公 敗也自公 我們花了20萬就被自公騙了 我們後來沒有完成 但是我當初在報告的時候 在成品報告的時候 我們有這一套計劃想要進行 那時候只是覺得說 你如果來到了這個點 比方說你來到了好辦 那你同步可能會 而我們的Data裡頭可能會去找出 好辦以前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拍一張好辦現在的樣子 跟以前好辦長什麼樣子 同步就可以打卡放上臉書 它可以同步呈現你在現在的好辦 跟歷史上的好辦 我們曾經想要這樣玩 但是我們裡頭也是有一些 塑形不良的志工騙了錢就走 所以 對 我們歡迎塑形良好的志工加入 不會看良名證這樣 好 謝謝兩位的一個主獎人 禮拜五晚上的時光會過得特別快 那最後我們適逢是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你們的好辦 好 那請問各位有什麼要交代的嗎 好 謝謝 謝謝我們主持人 還有就是兩位嘉哲 那請大家再給我們的今天主持人 跟嘉哲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無同樣的時間 那一樣是在好辦 那我們會要談的一樣是 看見台中系列 就是關於要不要自己講一下 那下禮拜我們會邀請到三個 就是更年輕的團隊 一個是高中生 就是慧倫他們之前有推動 在做改變中階的活動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前面一直在講說 讓大家看見 然後或者是其實討論到很多的議題 但是怎麼樣化為行動 那我就不會找三個團隊 那一定是慧倫那個 在四個小女生他們會來看 然後會有一位來分享他們怎麼做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他們今天也有來 在外面的山海屯讀書會 他們是一群 其實高中又認識的 一中生你們的學長 然後他們上了大學之後 他們也是希望說能夠 因為在高中階段有些事情 他不見得能夠在那個時期完成 所以上了大學 他也希望能夠回到台中來 雖然在各地面上 他希望能夠回到台中來做一些事 包括可能帶著他的學弟妹 做一些可以的東西 那第三的話就是 東海 我不曉得都會知道 因為最近剛好在靜里有那個 對不起 那個叫什麼 東 我們對是 對 是的 對 是的 就是其實在學校之後 知道是我們生活的一個環境 然後像東海 其實在大富山上之前 有那個反臭氣的一個行動 然後也會找他們裡面的團隊的朋友 他叫做徐漢華 然後可能是三個 就是來去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可能在大學或是在高中階段 他們其實看到都是很多 跟他生活現身相關的問題 那他們怎麼做 當然其實這裡面 他們會知道其實有很多的挫折 但是我甚至有些時候 有些行動可能會一直提示下來 但我覺得其實是蠻難可貴的 我最希望大家下個禮拜如果可以不怕 就會一直過來 謝謝 那我們今天一直聽到說 就是半開戶 就是那個募款的困難 那我們哲學星期五 他就是他還是一個 我們剛剛講說他這個完全免費 然後沒有盈利 不過像我們今天的獎者 都是從台中來的 那如果有時候我們又邀請到一些獎者 他就是從比較台北啦 台高雄甚至東普來 那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雖然我們都沒有獎者費 可是我們會希望說 可以補貼一點車馬費 所以如果大家有餘力的話 可以麻煩幫我們這個溢注一下這樣子 謝謝 那謝謝大家今天 我們今天的這個信息 謝謝各位 謝謝